好了所有 所有资料 新增所有 那这里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这边多一个按钮了这个按钮的话就是 一个是新增到这一个是新增所有资料到资料库 那当我按一下他的话 我要我的希望是 因为这边我有很多资料就这些资料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帮我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就好用 为什么以后的话 假如你要转换 以色列的资料一下子通通转过去 那就很方便按按钮全部都过去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其实也不难 我前面讲过吗 头 尾 回圈 对 然后范围 这一列资料 当参数 传传传传的 资料全部都过去了 其实非常简单一下子全部过去了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早上的这个部分 先在 主行了解一下 那我刚有多讲了一个东西就是 运用即时运算视窗 可以把你的里面的值输出 那这边的话可以从检视的 即时运算视窗里面 把音设 再把它 这里面的检查一下 看看 其实主要结构 这个非常重要 你这个地方多一个字 或少个字都不行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节目 谢谢大家